我們觀看這個經濟保障的 教委說要在鹿港中兵藥區 來蓋這個主委委員會處理中心 但是環保團體含當地的 有阿龍認為說 當地已經有軍從文化樓 附近也是這個農遺甲的養食區 今天又去認真訪議 鵝龍帶來大量的鵝角 在說現在受到環境的影響 鵝鵝三葉已經大不足前 不過是說附近還要計算一座 除了會蓋木的文化樓 生活可能就會有問題 這部分沒有 過日 Vou頤 folks fer 這樣要由到 鵝鵝龍帶來 不過當地其民表示 一定的選擇在 既然擁有跟鹿農專家的項目 若是開始運作 對當地的擁有在家 以及是不安全 都會帶來衝擊 項目的鹿農 十少再一次表達 反對方法如設計的訴求 有回應說確定他是違法動工 我想一個違法動工的業者 你就算讓他真的後續正式動工的話 他應該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違法事件出來 環保團隊表示 中華官已經被北平台南的中會 南平分林六慶來包圍 而且中華官專官 劉高祖的文化樓 其中在為了中兵地区 以下在第三月的違法逃遭時間 在老鄉環保署的紀錄 也會叫江洋教必須要提案 江洋教表示 在所有幾位協議 是要整體性地來解決 全國需要火器物 以及五年氣壞的問題 目前雖然已經通過環評 不過也要求抑制 跟民眾先達成共識 再來進行後續的時間 記者中華蔡宏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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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